农历新年前新盘市场罕有爆发混战,信和置业00083旗下观塘海汇第二期,作突击推出全新价单,提供118伙,折实平均尺价22638元。 教约两年前对上一张价单的平均尺价高约4.7%,但营教啟德项目最新加推价前折让约1成,料新春前发售,该盘新推单位包括116伙标准户及2伙特色户,间隔1-3房不等,扣除15%最高折扣后,折实售价由770.610-1994.100万元。 赤价介乎206-26772元。 信志集团联席董事田少元指出,海汇时次推出单位以轻微加价,部分单位加幅反映所处楼层较高,以及可享更加景观等因素。 项目关键日期为今年4月底,将于短期内发出新销售安排,楼盘两期内售1630伙,套现预203亿元。 资料显示,启得Monaco最新一批加推单位的折实平均尺价为25175元。 至于世成2月首个开售新盘的团门帝遇南天,截至昨晚以6月2947张入票登记。 教首三将价单推出,225伙超额仍购于12倍。 廖日内落实加推及首轮销售安排,其他发展商亦全速推盘,加里发展执行董事朱叶培子,何文田那沙利道全新住宅项目命名为汉名,楼盘已取得满意子,有机会于2月内开售。 物业共提供73伙,包括60个一房标准户,实用面积298-409方尺,同时设12个三房户,实用面积1132方尺,也有一个实用面积1990方尺的顶层特色户。 同系石劫美提山寿出羊房8,实用面积2846方尺,成交价于1.59亿元,尺价约56044元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